古代的医疗条件落后 人的寿命短暂 五十岁可谓就是一大光 所谓知天命就是 我老了 就这样吧 现在的生活条件和医疗条件 较致古人有了巨大的进步 但大家骨子里还是一样的 面对剪不断你还乱的生活 我们也会摇头说 就这样吧 是的 心老最可怕 也许你会说 我压力太大 负荷太重 负荷重 那就放一放 卧太紧 那就松一松 自由的呼吸 才会沉淀完美的梦 真正的成长 是年华不老 心已澄清 把有限的一切 投入到生命之中 让它在升华中行走 在执着里提升 不是相信不可能会变成可能 而是寻找一份长久的执着 与历程 用初心 去经营你的人生 我们这一辈子 别太执拥 别太执拥 有时放弃 是另一种坚持 错过了夏花灿浪 还有秋夜进屋 别总是后悔 不必后悔生命的任何一天 好日子带来的是幸福 坏日子带来的是经验 二者都是人生不可缺少的 幸福让人甜蜜 经验让人强大 失败出了成长 成功令人赏光 别怕考验 世上最难的考验 是等待时机到来的耐心 和面对一切寄予的勇气 人生重要的 不是所在的位置 而是所潮的方向 只怕辛老 别怕路长 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我们的视频 可以点点关注 并在视频下方留言 您的每一次转发 都是我们前进的动力 我们下期再会